哈喽大家好我是少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恐怖片 阴魂不散 这个故事还得从一个叫二牛的男人说起 二牛是一名警察 这天晚上他喝超了 一边开车一边听着一档恐怖电台节目 电台上说人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又累又困 试着用力甩甩头 或者用力扯着头发 你会发现 根本没啥用嘛 该困还是困啊 等二牛困意消散的时候 他清醒的发现 自己的车子停在一个阴森的别墅前 耳边还传来若有若无的呼唤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但是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二牛有些发谋啊 想开车走人 但此时车子却怎么都打不着火 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 二牛拿起电话 二牛直接懵逼了 鬼使神差下了车 还以为是几个小姐姐在呼唤 他走进别墅 却发现空无一人 只有一块丝巾 飘到了他的头上 二牛顿感扫兴 打算开车回家 却猛然发现 车后座竟坐着一位老伯 老伯说 我儿子不见了 你帮我找找呗 给钱 二牛就说了 啥钱不钱呢 咱主要是热心肠 给多钱呢 这一问 老伯直接就消失了 看 这货果然不真诚 二牛9月醒了 感觉此地不正常 然后就开车回家了 停车的时候 他诡异的在车艇 发现了之前的丝巾 虽然有些好奇 到底咋回事 但这玩意儿 也不能带身上啊 不然和媳妇咋交代呢 然后二牛就把丝巾给扔了 转身的功夫 他突然看到一个 身穿红衣 不停梳头的女人 还和他玩起了躲猫猫 咋看咋肾的谎 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二牛无精打扫的回到家 来到卫生间 洗漱一番 低头的功夫 红发小妹又出现了 不得不说 你这个小妹的大嘴唇子 也太明显了吧 本因为接下来的一幕会很恐怖 谁曾想那是惊爆眼球啊 红发小妹竟然是来给二牛偷梦的 她名叫翠花 她把自己生前的画面 偷给了二牛 翠花生前有一个男朋友 叫酸子 酸子也是一名警察 那翠花到底是怎么去世的呢 先不说翠花 二牛看了一场现场直播 直接把她看梦了 第二天她醒来就开始发呆 媳妇和她说话 她也不搭理 平常不吃辣的她 还疯狂吃辣 难道昨晚那个梦开花结果了 被硬酸而辣女啊 二牛因为工作不用心 经常被投诉 这天下午 二牛来投诉课报道 想知道又被哪个市民给投诉了 那曾想 这次受理投诉的警官 竟然是昨晚现场直播的男主角 酸子 酸子对着卷宗巴拉巴拉 二牛却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满脑子全是她和翠花的现场直播 很明显 酸子和翠花曾经有一段不闻人知的爱情故事 在这之后 二牛就疯磨了 她满脑子全是翠花 还对酸子展开了调查 发现酸子早已结婚生子 那看来是准了 翠花就是酸子之前的地下情人 另一边 酸子也开始遭遇诡异的事 洗澡的时候看到了翠花的诡影 这一天二牛在厕所堵住酸子 十分生气的问她 我是小甜甜翠花哟 你还记得我吗 不是说好永远在一起吗 你神经病啊 你去大铁棍子医院找同主任吧 画面一转 红衣女鬼翠花出现了 原来二牛这几天之所以行为异常 全是翠花的鬼 他控制二牛调查酸子 他说酸子其实是警方物理 本身就是个小混混 翠花之前是他情人 不过最后却被酸子出卖了 被他尸首打死 所以翠花是来复仇的 想见二牛的身体报复酸子 虽然二牛很不想被上身 你被辜负关我啥事 但上不上他说了也不算 我太难了 这一天二牛又被上身了 他来到酸子家 对着酸子的老婆就是一顿威胁家恐吓 说他抢走到自己的男人 酸子的老婆感觉自己长得这么美 老公还出轨竟还是个男人 一戏之下他难以忍受回了娘家 酸子知道后赶紧来丈母娘家接鞋味 丈母娘龙婆当然相信酸子了 龙婆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他察觉到酸子身边可能有不干净的东西 这一天被浮身的二牛又出来搞怪了 他在上半路上想威胁酸子 却直接被酸子打个半死 鼻心连手的二牛回家之后 碰上了自己鞋味 他不知从哪搞了张符纸 把翠花逼出了二牛的身体 但他自己也被翠花给吓晕了 你说这有啥好怕的呢 这翠花长得也挺平常的 你说有啥好怕的呢 二牛本以为用福祉能征服翠花 却到此时碰上一名警察 这警察还以为二牛神经病又犯了呢 想把他带走 就这样服给高丢了 翠花又一次上了二牛的身 顺便把那名警察给解决了 在翠花的控制下 二牛绑架了酸子媳妇 还给酸子打电话 想要他们火命就来别墅找我 没错正是电视开头二牛来到的那个别墅 当酸子赶到别墅的时候 却发现了上吊自杀的媳妇 那还了得赶紧抢救我 就在此时旁边又出现另一个媳妇 啥情况 七十二遍呀 酸子要梦逼了 啥啥分不清楚 最后翠花终于现出了真身 就想把酸子带走 酸子看的也是梦逼呀 危急时刻 龙婆赶到 放开那个男孩冲我来 龙婆还说 你咋贼喊贼呢 人家酸子当年是警察卧底 那是没错的 人家去抓你 就是去抓贼的 你是贼 不骗你骗谁呢 你不要在这瞎胡闹 还是早点去报道 原来当年酸子确实是卧底 不过他是警察卧底 就是去抓贼的 翠花听完更生气呀 说好的一生一世呢 渣男 酸子就说了 傻瓜 我是真的爱你 当年杀你 纯属意外呀 你就放过我们吧 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 好 成全你 龙婆竟开始施展传说中的石光倒流术 还有这些法术奇葩 当年由于酸子告密 翠花和哥哥被困别墅 翠花以为哥哥想杀酸子 上前阻止 没想到喷喷两墙 翠花和哥哥反被打死了 杀人者正是酸子 说好的一生一世呢 渣男 既然如此 那你就别想回去了 在这待着吧 就这样 酸子被翠花给封印了 永远困在了这个别墅里 电影就这样结束了 看了这部电影我只想说 二牛才是真的倒霉呀 你们说对不对 还有就是龙婆 你说你无缘无故 倒过什么石光倒流术 最后害惨了我们的酸子呀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个状况 小天 一 小天 青